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望港座可以令到更多人对我们导盲犬的服务更加了解 从而令到视像人士更加融入社会 他们看到视像人士拖着盗盲犬进入商店的时候 他们可以有前线员工知道应该如何反应 其实我们有一个口号叫三不一问 三不就是不要拒绝进商店去商户 不要去骚扰他们 和不要喂食物给他吃 为之一问就是主动问一问他想要去哪里 有什么可以帮到他 我看到今天的商户反应也很热烈 我们也希望藉着这次的交流 可以令到商户 因为他们平日做生意要兼顾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希望藉着我们大新银行 和保险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可以和商户分享更多关于 尤其是在责任保险 公众保险那方面 那些细节和他们要留意的地方 希望令到他们在做生意方面更加得心认受 代表这个香港吉野家 今次整个三次 港司都说到分别人民币 港币和不同年份可能真的有少少出入 藝钞方面其实都很贴近前线的同事需要 其实他当中说的资讯 还有他里面如何分辨藝钞 前线同事工作的时候去用到 其实是一个康体行业 主要是一些康灵器材 有客人带着盲犬的时候 和同事分享 如何令到他们更加了解法例 更加了解自己的权利 自己的义务和客人的义务 这会觉得工作上很有帮助 其实会因应邀请相关的同事去参加 先和大家介绍 我是香港独猫犬协会 其实我们2011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 我们也是香港第一间 注册了的慈善机构 提供独猫犬服务 免费给这些视像人士去用 现在你看到这一只 其实在2012年 和他的主人在美国接受训练 结束后再来回香港做事 的一个独猫犬 在街上看到多数的视像人士 应该是拿着这个工具 我们就叫做白手杖 那什么叫独猫犬呢? 其实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工具 要来代替这个白手杖 另外呢 它也可以令到这个视像人士 在路面上更加安全 去到他要去到的目的地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有种误解 大狗 或者你在路上看到其他那些 寵物犬呢 就是到处去撲啊 亂吠啊 那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独猫犬 因为国际独猫犬 全世界一共有80多间学校 那我们是国际性的学校 有一个标准是要求我们 如何去训练这些学校 训练这些狗猫犬 而我们想大家要知道 如何识别到这个导猫犬呢? 我给你们一个导猫犬 这个是大家可以识别到的 这个是找不到的 淘宝 我们自己的学校 我们都曾经是尝试 拿去大陆找人去帮我们去做 我们价钱出来 都要二、三千元 如果有市民 为了可以进去你们的餐厅 店铁、店铁 而为要拿着自己的狗 来减货的一个导猫犬 其实都相当大的投资 在你们的右边看到 有另一张照片 有一张照片 里面有一只白色的狗 穿着一件衣服 就是这个背心 是我们所谓的P牌衣服 学神 我们的导猫犬 他们要接受训练的期间 他们就不是在学校里面去学 他们在街上周围上课 去学习一些社会化的生活 而我们每一个导猫犬的使用者 或者是我们公司的职员 甚至是寄养家庭的义工 他们都会有这个证件 证件的前面是主人的照片 他的资料 背面是狗的资料 和他的晶片 和我们的联络电话 很多人都会觉得 死了 进来餐厅 那我怎么招呼他 其实去到食肆的时候 我希望各位 就当他是一个普通的客人 也都明白的 可能有些食肆的座位 是真的比较逼的 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寄养家庭 甚至是一些盗盲犬使用者 是会事先先打电话 和你们去说一声 打个招呼 法例上是在食環处 第132章X的条例 是有讲到 盲犬是可以进去食肆 除了去餐厅 所以希望大家这方面 都可以通融一些 他们去到餐厅的话 其实是普通的一张桌 主人已经是有了训练 他知道去到餐厅的时候 狗是要怎么摆着它去坐 要怎么去力度 那只狗不会阻止行人通道 他会不会进来去厕所 会不会搞中我地方 其实我们这些狗 就是在宝宝的时候 已经是训练了 要定点的时间去厕所的 鱼龙署有个法例 就是保障了 我们的盗盲犬 因为是工作犬 不需要戴口罩 不要拒绝 不要喂食物 不要骚扰 因为他太乖太可爱 隔壁 小朋友在吃东西很开心 拿着鸡腿 很可爱 很可爱 要喂牠吃 麻烦大家可能通知一声 主人 给主人听 不好意思 有个小朋友 在喂狗吃东西 让他会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养狗 或者我们自己 喜欢狗的人 走过 看到狗很有趣 我们都很喜欢 这个动作 好 其实这个原来 已经是一个骚扰 尽量有个这样的习惯 先跟主人沟通 然后再跟狗 去打招呼 一般的盗盲犬 牠们都是拖在左手位置 通常会这样走 但是当牠去到某个地方 放下了盗盲犬 而站在那里 你看到牠的样子 比较迷茫的话 你们可以主动去问牠 有什么需要 我可以帮到你 那牠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要带主人走路的话 领路法 我们拍一拍牠 牠知道了我的手 的手臂在哪里 或者我的肩膀在哪里 那牠就会扶着我的手掌 手柄 然后我就会在牠的前半步 带牠走 好了 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譬如我已经知道 这位是霍先生 我带了你来这个地方 你要告诉牠 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领会 差不多是全线领会的商场 每一个门口 出口 你都会见到 有一个标志 是牠帮我们贴着这个标志 而领会商场 也是第一个 最早是接受盗盲犬 及盗盲犬 可以进去商场内 去做培训的一个企业 我们都希望商场里面的商户 都可以贴上 这个欢迎盗盲犬进入的帖子 今天就很多谢领会学堂 希望借着这个平台 就和大家可以分享多些 是关于这个责任 即是说 general insurance那边的知识 所以今次我就交给我们这方面的专家 我同时Ivan就和大家说关于保险 保险是一个合约 我们是一个合约 定得很清楚 你交了保费 当受保的情况 令至你有损失的时候 你是应得要拿回你的保险赔偿 保险公司提供一些比较大众化 大家一般会需要用到的保险 保险公司说不保的东西 会不会这么巧你的商业活动 会牵涉到 其实我们可以叫做一个buy back 就是要求保险公司 喂 这个不保事项 正正我都会进行商业活动的时候 会触碰到可不可以帮我保险它 最主要是整张单 你要知道保险什么 不保险什么 遇到事的时候 你要通知保险公司的机制 这三个是最基本的大家要知道 今天我们讲的 集中是关于责任保险有关的事情 法律上的责任就是 就是说因当事人有疏忽而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而这个保障除了赔偿给受害方之外 如果过程牵涉到诉讼的费用 都是保险的负责 疏忽不应做的做了 应做不做 构成一个疏忽 令到第三者受伤受损 这样的时候 构成一个疏忽要负起法上的责任 保险是正正保障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其中一部地方 雇主请了一个员工 他的员工受伤 因工意外受伤 他是需要负起法律上的责任 就是说要赔偿 他买了保险的话 保险公司就负起保单上的合约责任 我们叫做Policy Liability 经常在这里也有灰色地带 或者是有一些保不住的地方 法律责任会不会走了? 不会 保护或者当事人仍要负起法律上的责任 领会都要求你的商户最少买一千万责任保险 但是一些索偿个案 其实我们在十年以前赔偿的数字已经是过亿 买劳工保险 大家以往最初遇到的可能会有两班茶餐厅 一班六个至十个 换间落场第二班尝 老板想起来说 咦?我没理由买了 保护公司就叫他买了 但他想起来 我都没理由一程一时间 那些人都出事了 就买一班十个 怎样?出事 因为保护公司也立了一条条例 提了你的了 要报 有事的时候赔偿是怎样的? 按照你背起那份的份额 就算是一个简单的赔偿 他也会帮你只是赔回一半 而此类推按比例这样赔回 有事干报给保护公司是最稳定的 保护公司如果觉得有需要 或者跟你们申报的资料 原来这件事是严重的 估计到事大严重的 他会找公正行调查员 帮你去跟进 去了解这件事 有事的可以及早处理 或者令到他不要去打官司的时候处理 所花的费用多了很多 那那个主任统一刀 就判了给他两万多 他不同意 员工他受了伤之后 就会经劳工署去判伤 如果劳工署判了出来的赔偿金额 工人觉得也是不合理 或者不同意 他当然可以透过法庭去判决 那当然现在呢 通常都是了 打官司其实 胜的未必赢了 输的肯定输了 都是会多花很多的钱 尤其是法律诉讼的费用的钱 很多 所以也是 当年有个law reform 就是说 打官司之前 要透过调解 mediation 原来外判了自己的店铺 要装修 外判了 那判头就说 我帮余工买了劳工保险 我已经是装修期间 买了第三者的责任保险 我们看到很多个案 业主经常会被拖下水 一告的时候 occupier's liability 那作为业主 是需要确保场地安全 不会有缺陷 令人受伤受损的 装修承判商就说 我负责 劳工保险好 第三者的责任保险好 他安排 报价给你听 也合理 那记得要怎样呢 原来我们是一个 保单的工会条款 记得记得 如果本身是租户好 业主好 在保单上要加回你的名字 補回你们 判头或者下判 二判、三判、四判 那些员工受伤 告你 因为你是业主 告你的时候 那张保险公司 他们买了一张保险单 都会帮你去答弁 去defense 遇到有意外发生 有一个我们的黄金定律 书面通知你的保险公司 好 好 请不吝点赞